就早前本国罗渣士电信公司出现服务中断 导致用户无法通话、使用户联网、银行扣张 甚至是911等的服务 视讯委员会随即要求该公司提供报告作出解释 而罗渣士亦宣布及于用户扣减5日的服务费用 但究竟相关的配偿是否足够呢? 而本国政府期后要求各大电信商制定合作方案 又可以有多大的成效? 欢迎观众上网举特意见 此次平台星期日晚8点35分会和大家一起讨论